9月3號 原中共鐵刀部運輸局的局長 副總工程師張曙光被控貪腐案 在北京市二中院公開起訴 他被指控的受賄4755萬元 但這與此前爆出的28億美元相差甚遠 不過 美國媒體近日披露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反貪污部門 正在對摩根大通 曾經僱用張曙光的女兒一事展開調查 讓我們來看看 下面的相關報導 據北京《新京報》披露的起訴書顯示 現年57歲的張曙光先後利用擔任 原鐵刀部運輸局裝備部客車處長 裝備部副主任和運輸局長等職位之便 受賄跨越13年共13起 匯款折合人民幣4755萬餘元 其中最高的一筆受賄金額高達人民幣1850萬元 你的官就升得越快 而且你越貪 上級對你越放心 自由撰稿人劉毅銘指出 在中國像張曙光這樣邊貪邊升官的官員太多了 2011年2月12號 中共當局突然宣布 劉志軍因涉嫌嚴重違紀免職 作為劉志軍鐵哥們的張曙光 15天後也被停止審查 此後 運輸局副局長蘇順虎 客車處處長劉作奇 貨車處處長劉瑞陽等都先後案發被抓 鐵刀部窩案隨之爆發 在張曙光被停止審查前半個月 香港《明報》就披露 他在美國和瑞士有28億美元的存款 事實上 張曙光的妻子王興早就定居美國 並被爆出在美國有三處豪宅 早在2002年11月27號 張曙光和王興就以86萬美元的價格 在美國中產階級和高收入階層聚集的沃爾納特市 購買了一棟佔地約2793平方米的別墅 王興還是一家名為馬克夫的 即便器廠商在中國的獨家代理 在他的幫助下 馬克夫在2003年前 一度是中國鐵路即便器的主導品牌 目前 張曙光僅僅被指控受賄4755萬元 顯然 這28億美元存款被當局認定為 是王興開公司所賺的合法收入了 近年來 類似張曙光貪腐案 貪腐金額與此前報導出入極大的不在少數 原鐵刀部長劉志軍被傳家族涉案100億 幫助女商人丁宇欣就賺了40億 結果劉僅被認定受賄6460萬元 山東副省長黃盛被傳涉案金額90億美元 有46套房產 46名情婦 最後認定他僅貪腐1,223萬 實際上 黃盛妻子幾乎包攬了德州市的一切施政工程 在中國任何的貪污犯 它所落馬的問題 也不是這個貪污的問題 包括薄熙來 像同政這麼多年在重慶殺的 就是火災器官等等的這樣的罪行 調動軍隊被捕 這個進入其他的省市 美國獨立評論員張劍表示 在中國貪污不是貪官落馬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站錯了隊 像在克拉瑪伊大火慘案中 當時讓領導先走的那人一直升職 很多殘酷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官員也在升職 這個獨裁體制就是這樣的 其實不僅張曙光妻子在美國 女兒張希希也在國外 根據媒體資料 張希希2008年 從美國斯坦福大學畢業後 同年8月入職摩根大通香港 2011年8月離職 不久前 紐約時報引述美國政府機密檔案 一些公開記錄說 摩根大通在雇用張希希後 開始獲得與中國高鐵項目合作的機會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反貪污部門 對摩根大通雇用中共高幹子弟儀式進行調查 時事評論員任百明指出 越到高層越怕中共倒台後受到清算 他們對中共崩潰後的準備就越充分 所以催生了裸官現象 官二代 紅三代已經紛紛把自己變成美國人